哦,所以乔治并不是真的生病了对不对 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 哦,可怜的乔治,快去床上休息吧 乔治,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 不要 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 乔治,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 为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 为什么 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 你们好,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 张大嘴巴,然后说啊 乔治感到有点害怕 佩奇,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 你能掩饰给乔治看怎么说 当然可以 乔治他是感冒了 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 不用,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 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 谢谢你,棕熊医生 不用谢,再见 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 现在佩奇要睡觉了 乔治,你好一点了吗 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短 乔治,拜托你打喷嚏,不要这么大声 好吧,这也许不太可能 乔治,喝杯热牛奶吧 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 喝了热牛奶,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 我安了,我的小家伙们 哇,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 乔治的生日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乔治,世界上你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呢 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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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参观博物馆的恐龙屋 我就知道,肯定是和恐龙有关 恐龙 不要害怕,乔治 这个不是真的恐龙 这只是个机器 看,我站在这个位置上,然后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惊喜哦 乔治和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惊喜 兔妈妈给乔治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大家来猜猜,这蛋糕是什么样的 是恐龙蛋糕吗 就是恐龙 你猜得真是太准了,佩奇 是,快了,乔治 还有最后一个惊喜哦 跟我来 最后一个惊喜会是什么呢 你觉得会是什么呢,佩奇 我想呀,估计还是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吧 哦,那是什么 我们只要给它冲上气就行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冲气城堡 佩奇 佩奇喜欢冲气城堡 但是这是给乔治的 为什么不是一个和恐龙有关的东西呢 这就是一个恐龙 是一个冲气恐龙 好棒 他说什么啦 Bonjour, Peppa Comment ça va 妈妈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奇怪的话呀 这是法语,佩奇 他是说你好,佩奇,你好吗 他还说了什么 我来帮你 James Les Princesses et Jouer avec Mise Amis 嘿嘿,聪明的爸爸 嘿嘿嘿,我也算是法语专家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嗯 猪爸爸擦了擦他的眼睛 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嗯 这不太好翻,写得乱七八糟 他的意思是 我喜欢仙女公主 还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玩 我就准备这么说的 嘿嘿嘿 嘿嘿,我想学习说法语 那你就和小毛驴戴芬聊天吧 怎么聊 他的电话在这封信上面 太好了 嘿嘿嘿 Bonjour, est-il possible que Peppa parle à Delphine? 猪妈妈问的是 可以让佩奇和戴芬通话吗 你好 Bonjour Bonjour 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como sava como sava 再见 Au revoir au revoir 他说什么了 他说了法语 Bonjour, George como sava 佩奇在用法语说 你好吗 恐龙 不对 乔治 法语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 哈哈哈哈 现在是清晨 游地员斑马先生来为佩奇加送信 来信了 太好了 我能看看 我能看看戴芬寄给我的信吗 拜托 对不起 佩奇 今天没有寄给你的信 啊 哈哈 猪妈妈找到了手电筒 能让我来拿吗 妈妈 当然 乔治 你看看我的脸 佩奇在吓唬乔治 别怕乔治 佩奇只是开个玩笑 我们快去告诉猪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猪爸爸还在地下室里找手电筒 我记得就在这附近了 爸爸 我们找到了手电筒 幸好 他就一直在厨房里放着呢 那还真是幸运啊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只能等着 直到宫殿恢复了为止 那我们到底要等多久呢 嗯 准确地说应该是 很久以后 嗯 但是乔治和我 还想要跳一会儿舞呢 我知道要干什么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会儿电视 啊 为什么开不了了 哈哈哈哈 电视也是需要电才能工作的 是这样吗 是的 嗯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 在过去还没有电视的日子里 小孩子们会想出一些游戏来玩 嗯 我知道了 我需要一个纸箱 佩奇想要干什么呢 妈妈 你可以帮我给这个纸箱捡一个洞吗 用来干什么 一会儿就知道了 猪妈妈在纸箱上面捡了一个洞 捡好了 佩奇 谢谢妈妈 那爸爸妈妈就坐在那里 然后乔治 你拿这个手电筒来罩着我 欢迎收看小猪佩奇新闻 我就是小猪佩奇 大家好啊 你好啊佩奇 佩奇的朋友们都在 我们能去坐火车吗 呃 我正在给孩子们上一节关于巴士的教育课 坐火车也能学到东西吗 那当然可以了 呃 有谁想要去坐猪爷爷的火车 请举手 我 我 想留在这儿的 请你们把手都举好喽 好吧 你们都可以去坐火车 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 可以了 哈哈哈哈哈哈 Grapin' the train goes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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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in' the train goes 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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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de lo 突然路上出现了一滩泥 这会让我们都陷进泥里的 或许我们应该换一条路吧 这只是一滩泥而已 来吧 格特鲁德 你可以过去的 来吧 巴士 你也可以的 巴士陷进泥里去了 哦 真倒霉 你好啊 兔小姐 你今天怎么样 我陷进泥里去了 你能救我出来吗 没问题 你的卡书马力够大吗 相信我吧 成功了吗 呃 没有 我们需要一辆马力更大的车子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没有什么事是我解决不了的 但还是谢谢你了 我有个办法了 猪爷爷的火车可以把我拉出来 呃 是个好主意 兔小姐 猪爷爷的小火车 要把兔小姐的巴士 从泥里拉出来 玛丽全开 加油 格特鲁德 加油 格特鲁德 太棒了 那我们出发了 我比你们快 我们没有在比赛 佩奇 这只是场轻松的自行车之旅 是的爸爸 但是还是我比较快 嘿嘿嘿嘿 啊啊 现在我们比较快 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 佩奇 我们赢了比赛 你们没有赢爸爸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比赛啊 但是现在开始了 嘿嘿嘿 推不上我了吧 你真是個調皮的小傢伙 你們好 鴨子們 我在騎自行車呢 你們好 啊 我都忘了我有多喜歡騎自行車 我忘了我有多討厭騎自行車走上坡路了 地面現在非常陡了 哎 我不喜歡騎自行車上坡 可你看到漂亮的景色 我的天哪 這真是個累人的工作 豬媽媽 你沒有在踩踏板 對不起 豬爸爸 我只顧欣賞景色了 佩奇和她的家人都到達了山頂上 佩奇的朋友們都在這兒 你好 佩奇 你們好 我們要進行騎自行車比賽 佩奇 你想要參加比賽嗎 好的 只要我們是騎車下坡就行 好的 佩奇和她的朋友們要比賽騎車下坡了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在我鳴笛之後 你們就可以開始了 就像這樣 佩德羅搶先出發了 等一下佩德羅 比賽還沒有正式開始呢 好 對不起 豬爸爸 我覺得在未來 我會住在月球上 然後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來看我 而我會坐在火箭裡面 你好啊 現在我們給未來的人錄製一段視頻吧 對未來的人說 你們好啊 你們好啊 未來的人 你們可能現在已經住在月球上了 就要到火星去度假了 還坐著火箭到處飛 對不對 非常好 回家時間到了 家長們都來了 爸爸媽媽 我們做了一棵時間膠囊 啊 豬爸爸 你來得正好 幫我們挖一個坑吧 好的 沒問題 為了埋時間膠囊 豬爸爸在學校的花園裡挖坑 現在能把它挖出來嗎 它會就這樣一直被埋著 埋上很多很多年 嗯 但是我不想等那麼長的時間 我說佩琪 你就和你爸爸小時候一模一樣 真的嗎 是的 我記得 那時候我也是她的老師 原來你也教過我爸爸 是的 我教過你們所有人的爸爸媽媽 是不是啊 是的 你娘夫人 在你們爸爸媽媽很小的時候 他們也做過時間膠囊 沒錯 我們做過 我們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樹旁 我們能挖出來嗎 可以啊 我記得我們把它埋在這裡了 哦 我記得是一棵很小的樹 哦 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現在這棵樹已經長大了 蘇姨 蘇姨 我帶了我的泰迪 我帶了我的小猴子 恐龍 我帶了野餐玩具套裝 我們一起來玩過家家 哦 是鴨子們呀 我們每次出來野餐的時候 總是能夠見到他們 我們可以 假裝來喝橙汁 我們還可以 假裝吃蛋糕 哈哈哈 這是假想的蛋糕 好 真的非常不錯 哦 天啊 鴨子們可不稀罕這假想的蛋糕 哦 好吧 那小猴子 恐龍先生 還有泰迪 就可以多吃一點了 嗯 味道真好 哦 小猴子說 這是最好吃的蛋糕 嘿嘿嘿 佩奇 瞧 乔治 該回家了 再見 蘇姨 再見 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爸爸 我們現在也該回家了 蘇姨 好的,爸爸 杯子,盘子,小猴,泰迪 哦,不好了,泰迪,你怎么没有被带走呢 佩奇又一次把他的泰迪忘了 佩奇一家到家了 哦,我今天开了一整天的车 现在我唯一想的就是休息 让我的脚放松一下,然后 泰迪,我忘记泰迪了 哦,佩奇,难道要爸爸现在大老远地把车开回到野餐的地方去吗 呃,没事,我可以 是游地员,斑马先生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休息呢,斑马先生 今天我的确是休息 但是苏姨有个特别的包裹一定要送 是给小猪佩奇的 这个给你,佩奇,里面是什么呀 原来是泰迪 因为你把泰迪落下了 所以我们帮你送过来了 谢谢你了,苏姨 如果和别人分享,会更有意思 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 恐龙 乔治不喜欢分享 理查德,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 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 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 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他们就总是会哭 他们两个太小了,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怎么一起玩吗 当然可以 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沙堡啊 是个好主意 我们去沙堆那儿吧 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 乔治 理查德 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 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把沙子 然后我们把水桶倒过来 接着在上面轻轻拍一拍 现在我们把水桶拿起来 好 变出来了 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 变出来了 乔治也做了一个沙堡 看到吗 大家一起玩很有趣 糟糕啊 这个游戏进行得不太顺利 这些全都是你弟弟的错 他把乔治做好的沙堡给弄坏了 是你弟弟 明明是他先弄坏了我弟弟的沙堡 不要这样 你们两个姐姐应该教理查德和乔治 怎么一起好好玩不是吗 说的没错 我们要做榜样 但是乔治和李查德太小了 没有办法在一起玩 嗯 我有一个主意 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 好的 我们来唱乒乓歌吧 哦 这首歌我不太熟悉 拜托了林杨夫人 还有一首乒乓歌吧 那好吧 好了 孩子们 现在该睡觉了 晚安啦 孩子们 晚安 林杨夫人 佩奇和松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 我有一个手电筒 我也有一个 注意了 孩子们 时间不早了 大家快睡觉吧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我不知道啊 这声音又出现了 苏西 你要去哪里啊 林杨夫人 我有一点害怕 哦 那你想进来吗 我想进去 林杨夫人 不好意思 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 那么我可以进来吗 当然可以了 我现在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我也觉得害怕 是不是有点晚了 还有我 你们大家都进来吧 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 没问题 再稍微远一点 爸爸 小心点 猪爸爸 别担心 我快要拿到了 爸爸 水里面冷不冷啊 有一点点冷 大风又把球吹出了池塘 太幸运了 是啊 确实运气不错 现在风好像刮得更大了 大家把帽子戴紧 不好 大风把乔治的帽子给吹跑了 别担心 乔治 爸爸会找回你的帽子的 快点 爸爸 瞧 帽子跑到树上去了 那我就爬上去把它拿下来 这些树枝太细了 根本承受不了你的重量啊 那么 我们怎么把帽子拿下来呢 简单 我摇一摇树就好了 看来我得摇得更厉害一点 我以为这种事只会发生在我身上 一点都不好笑 还是有一点好笑的 妈妈 可能是有那么一点好笑 乔治的帽子在哪儿 在你的头上呢 哇 你的帽子 乔治 这次要抓紧了 大风把树上所有的叶子都吹走了 你看看我 我可以躺在风里面 风太大了 竟然把佩奇给撑住了 风太大了 乔治也被撑住了 爸爸 你也来试试 呃 我想我太重了 来嘛 爸爸 真的很好玩 哦 那么好吧 风真的很大 竟然连猪爸爸也被撑住了 我先来 天气太冷了 泥坑已经结了冰 表面非常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点都不好笑 哈哈 猪爸爸和猪妈妈来了 哦 太好了 有一个泥坑 猪爸爸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不要 爸爸 哈哈哈哈 差点滑倒 幸好我的平衡力还算不错 哈哈哈 爸爸 今天泥坑那表面滑滑的 我们不能在里面跳了 没关系的 我们去给鸭子喂面包吃 太好了 佩奇和乔治喜欢喂鸭子 你们好 鸭子们 我们给你们带了面包 鸭子们喜欢面包 天气太冷了 池塘也已经结冰了 冰的表面非常滑 哈哈哈哈 抱歉 我们不该笑你们的 但是你们看上去真的很好笑 哈哈哈哈 开始下雪了 下雪了 哈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喜欢下雪 哈哈 乔治 我们来玩接雪花好吗 哈哈哈哈 哈哈 佩奇和乔治喜欢玩接雪花 哈哈哈哈 乔治接住了一片雪花 哈哈哈哈 佩奇也接住了一片雪花 哈哈哈哈 哈哈 小羊苏西坐着她的雪橇来了 哇哦 哈哈哈哈 你好啊 佩奇 哇哦 苏西这好像很好玩 哈哈哈哈 我们大家都在山顶上滑雪橇呢 那上面有好多雪 哈哈哈哈 我们要不要也到山顶上去 看看他们滑雪橇 乔治很高兴 小宝宝是男孩儿 恐龙 啊 啊 宝宝现在还太小 还不能玩恐龙呢 乔治 小宝宝他不想和你一起玩 他想和我一起玩 啊 啊 佩奇 宝宝现在还太小 根本不能玩球 如果他既不能和恐龙一起玩 也不能玩球 他能玩什么呢 他就会吃 还有睡觉 还有那样打嗝 哈哈哈哈哈哈 请问一下 我能抱一下小宝宝吗 可以 如果你能非常小心的话 你就可以抱抱亚历山大了 亚历山大 这是他的名字 他叫亚历山大 这么小的宝宝却有这么响亮的名字 这名字真不错 虽然他是一个小男孩儿 啊 好像有什么味道 是吗 可能是亚历山大该换尿布了吧 啊 真是太恶心了 佩奇 当你是个小宝宝的时候 你也穿尿布 我才没有呢 哈哈哈哈 妈妈 我能跟佩奇和乔治去花园玩吗 可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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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罗依 有一位小宝宝弟弟感觉怎么样 很好 亚历山大非常的可爱 我真希望乔治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有主意了 乔治可以假装成一个小宝宝 他可以坐进我的玩偶手推车 真是个好主意 不要 乔治不想去做一个小宝宝 乔治 如果你假装做一个小宝宝 我保证会一直对你好的 永远都不会改变 乔治在思考 而且你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乔治在努力思考 等我们回家之后 你也可以玩我所有的玩具 嘿嘿嘿 乔治做好了决定 真是个可爱的猪宝宝 贝奇 选我 选我 可是爸爸 你不擅长赛跑啊 我小的时候跑步很快啊 和你现在有个大肚子 但我还是能摸到脚趾头 差一点 好吧 爸爸 可是你一定要跑得非常非常快哦 爸爸妈妈们先跑 然后把劫力棒传给小朋友们 爸爸妈妈准备 预备 开始 加油 加油 我要妈妈 猪爸爸跑在最前面 爸爸 加油 加油 爸爸 谢谢你 你跑得真快 现在轮到我跑了 贝奇 不要讲话了 快跑 公子每个都玩 不要 哈哈哈 快快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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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加油 获胜 的是《小象艾米莉》 Iím Aimele 爸爸 我一个奖都没拿到 别担心 培奇 比赛還没结束呢 今天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 拔河 男女大对抗 听到我说开始以后 你们就使劲拉绳子 女生会赢的 你们不会赢 我们男生会赢 准备 预备 开始 男生加油 用力 女生加油 我再拉 所有人都努力在拉 结果绳子断了 比赛结果两边平手 你们两队都赢了 好 真是太感谢你了 小杨苏西和他的妈妈开着车来了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苏西 我们的车没有油了 狗爷爷及时帮助了我们 哇哦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一会儿见咯 一会儿见 哦不 不好了 我们车子的轮胎漏气了 那是不是要找狗爷爷帮忙了呢 看来是得找他了 你好 我是狗爷爷 我知道了 别慌张杨妈妈 我马上就来 去救援了 我可以一起去吗 一起上来吧 佩琪 去救援了 我们去救援了 你好啊 苏西 我们来提供救援了 太好了 狗爷爷在往轮胎里面充气 真是太谢谢你了 猪爷爷和猪奶奶也开着车来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猪爷爷 你要加点油吗 或打气 谢谢 不用了 我想来试一下你的新洗车机 当然可以了 这个是由电脑控制的 你好 我是蔚来的洗车机 首先 肥皂水洗车 然后冲洗干净 最后呢 再擦干净 对不起 我出问题了 哦 糟糕 电脑出问题了 猪爷爷的车被卡住了 哦 快来救救我们 狗爷爷 哦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电脑 我爸爸把我们家里的电脑修好了 哦 那样其实不算是修了电脑 他们正在建造一个很大的沙堡 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沙子 他们用水桶来建造城堡的塔楼 嗯 很棒的城堡 好耶 现在我们该回家了 哦 我们的船不见了 你看啊 奶奶 哦 糟糕 猪爷爷在船上睡着了 然后船就这样飘走了 我们得把猪爷爷叫醒 我们大家用力大声喊 猪爷爷 快醒醒 快醒醒 哦 天哪 猪爷爷还在睡觉怎么办呢 哈利 我们实在太远了 所以听不到 我们被困在海盗岛上了 我们都被遗弃了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待上一百年 看来我们只能靠吃野果和野莓卫生了 不 我们还可以靠吃虫子 还有青蛙 家长们准备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哦 我在哪儿 你好啊 嗨 大家好啊 你们玩得开心吗 是的 真真不好意思 我好像忘记了点什么东西 我 我马上回来 快看呐 爷爷回来了 我们得救了 好耶 欢迎 船船 我的小宝贝们 糊涂的猪爷爷 我们以为你把我们给忘了呢 真是对不起 猪奶奶 我保证下一次一定不会再睡着了 再见了 海盗岛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我很喜欢海盗岛 我们以后能再来玩吗 哈哈哈哈 那当然可以了 佩奇 太好了 佩奇也想要来划冰 嗨 大家好啊 你好 佩奇 这是你第一次来划冰吗 佩奇 是的 要我来给你演示怎么划吗 不用了 谢谢苏西 我确定我可以划 没问题的 好的 你快点 哈哈哈 花冰实在是太难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划冰了 再也不要了 别担心 佩奇 每个人在划冰的时候都会划到 就连我也会划到的 你看我 哦天哪 好划 好气的爸爸 乔治 你想不想划冰啊 不想 乔治从来没有划过冰 所以他有一点害怕 我来看着乔治 你去教佩奇怎么划冰吧 划冰其实很简单 佩奇 就是用脚往前推 然后划 推 推 划 明白了 推 推 划 推 划 推 划 真的非常简单 我现在自己就可以做了 妈妈 推 推 划 推 划 干得好 佩奇 快看我 我在划冰 佩奇滑得真的很好啊 没错 我是很好的老师 滑慢一点 佩奇 你这样会撞到别人的 别担心 妈妈 我现在很擅长滑冰了 哦 怎么停不下来 哦 天哪 我忘了叫佩奇怎么停下来了 哦 哦 我停不下来了 小心 这是我的新朋友 狮子李奥 他在哪呢 那里没有人呀 苏西虚构了一个假想的朋友出来 你看不到他吗 佩奇 我们来扔球玩吧 好的 给你 李奥 佩奇把球扔给了苏西的假想朋友 李奥他没有办法接到球 他可以接到 他只不过是不喜欢玩接球 那 李奥他喜欢干什么呢 他喜欢 吼叫 那他现在会吼叫吗 哦 是的 咳咳 那是你发出来的声音 不是 那是李奥发出来的 哦 你好啊 李奥 佩奇假装他也可以看到狮子李奥 李奥 你也能做我的朋友吗 他说了什么呀 他刚才点了点他的头 这代表他同意了 佩奇 苏西 你们两个要进来吃水果蛋糕吗 猪妈妈给佩奇和苏西各切了一块蛋糕 妈妈 苏西他有一个假想的朋友 这位朋友叫李奥 我知道了 那他也喜欢水果蛋糕吗 哇 李奥很喜欢水果蛋糕 你不要乱说 佩奇 那不是李奥说的 那是你说的 李奥喜欢吃的是巧克力蛋糕 我这儿没有巧克力蛋糕 他想吃水果蛋糕吗 他说他可以先吃一点试试 猪妈妈给苏西的假想朋友切了一块蛋糕 乔治在和恐龙先生玩 恐龙 乔治 你坐在李奥的身上了 乔治不知道苏西有个假想朋友 我能试一下盖章吗 当然可以 让我来帮你找几张纸 这里有几张纸 我们还是用一些没用过的白纸吧 给你吧 佩奇喜欢用橡皮章盖章 我喜欢兔先生的这份工作 继续我们的参观 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 你好啊 佩奇和乔治 你好 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画各种各样的图形 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 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 谢谢你 猫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 我能不能试一下 这次应该让乔治来试试了吧 说得对 乔治 轮到你来尝试一下了 乔治画了一些蓝色三角形 现在把它们打印出来 我喜欢猫女士的这份工作 你们想看看我的办公桌吗 是的 我想 这是猪爸爸的办公桌 我的工作说起来挺复杂 我就是对很大的数字做数字变换 然后计算它们的切线承载 猪爸爸的工作听上去好像很重要 那么你会用到橡皮章吗 不用 那么你会用到电脑吗 不用 但是我会用彩色笔 爸爸 我们可以用彩色笔来画画吗 好主意 佩奇和乔治喜欢用彩色笔画画 我要画一间房子 乔治正在画一只恐龙 乔治最喜欢的就是画恐龙了 恐龙 瞧呀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真是一个巨大的泥坑啊 佩奇 乔治 该洗澡了 爸爸 妈妈 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泥坑 我看见泥坑了 快 进来洗澡 我们不能在外面再玩一会儿吗 不行 你们该洗澡了 你和乔治觉得困了吗 没有 爸爸 我和乔治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困呢 佩奇和乔治可能还不怎么困 可我困了 我也是 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要洗澡 佩奇 佩奇喜欢泼水 乔治也喜欢泼水 佩奇和乔治都喜欢泼水 别再玩了 快停下 快出来擦干把睡衣穿上 我们不可以在浴缸里多待会儿吗 妈妈 洗澡 洗澡时间结束 现在是刷牙时间 睡觉 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要先刷牙 好了 牙也说好了 去睡觉吧 我觉得我的牙齿要再清洁一下 快去睡觉 爸爸会给你们讲睡前故事 好 洗澡 佩奇和乔治喜欢听故事 佩奇睡觉时会把泰迪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乔治睡觉时会把恐龙先生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 现在你们该觉得困了吧 一点也不困 我们想听好多好多睡前故事 爸爸只能给你们读一个故事 你们想听哪一个 爸爸 你怎么戴了一顶这么滑稽的帽子呀 这顶是我的贝雷帽 戴上它我会更有作画的灵感 好了 我该画些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就来画这棵老樱桃树 那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画架 佩奇 它能固定我的画布 画布又是什么呀 它有一点像是纸 是用来画一些特别的画 那些是牙膏吗 不是的 佩奇 这些特别的颜料是专门给大人们用的 好了 我们该先用哪个颜色 先用红色 为什么选红色的呢 因为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画天空 看 天空是什么颜色 当然是蓝色的 回答正确 我们现在先画蓝色 现在再来画樱桃树 要用绿色来画树叶 可是我们没有绿色的颜料呀 没关系 把蓝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 就能调出绿色了 蓝色加上黄色就是绿色 多好看的绿色树叶呀 我们还可以画些草 棕色的树枝树干呢 我们也没有棕色的颜料呀 我们可以调出棕色 我们可以混合绿色和红色 混合绿色和红色就是棕色 哇 猪爸爸画好了树枝和树干 哇 爸爸 能让我来画樱桃吗 可以 佩琪 用你的手指沾上颜料 然后再按到树上 一 二 三 做得好 现在该拟了 乔治 你画得真是太好了 乔治 割草鸡又旧又秀 怎么会呢 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 看来是有点生锈了 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 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 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 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 猪爸爸的割草机已经不太好用了 我知道了 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 你好 我是猪爷爷 请说吧 你好 猪爷爷 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 哦 当然可以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再见 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 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机 到佩琪的家去了 爷爷你好 爷爷你好 你们大家好 你们大家好啊 我听说这里有些草需要修剪了 我的割草机太久没用了 所以有点问题 别担心 割草宝马上就会帮你处理好 你的割草机叫做割草宝吗 没错 就叫这个 你好呀 割草宝 爷爷爷我们可以开割草宝吗 当然可以 快点上来吧 遵命 成长爷爷 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 抓紧了 我们要开始了 哇哦 割草宝真的很厉害 真有意思 好嘞 割完了 停 我要赢了 你肯定作弊了 我没有作弊 你偷看了牌对不对 我才没有偷看呢 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 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 哦 糟糕 苏西和佩奇他们吵架了 杨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 佩奇 和苏西说再见吧 我才不要和她说话呢 我也不想和她说话 哦 哈哈 她们会和好的 她们可是最好的朋友 这可不是 玩笑 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 猪爸爸做好了晚餐 佩奇 乔治 该吃晚餐了 是意大利面哦 发生什么事了 佩奇 佩奇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 哦 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 嗯 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 你好 猪妈妈 佩奇能和苏西说话吗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佩奇 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 我们能再做朋友 很抱歉 我不该说你作弊的 即使你真的是作弊了 好吧 那我也很抱歉 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哦 这没关系的 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 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 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 一起在玩旋转圆盘 哇哦 乔治和他最好的朋友理查德 一起在玩敲敲板 敲呀敲 敲呀敲 爸爸 你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呢 这是看星星的最好方式 看看那些小星星 想象一下把它们连起来 那个叫做北斗星 哦 是的 最后的那两颗星星 它们指向北极星 哇哦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你是愿啊 还是起 开车能找到你吗 呵呵呵 到不了的佩奇 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 它们比大海离我们还远吗 哦 是的 但是用望远镜看的话 就会近很多 那爸爸 我们有望远镜吗 没有 但是猪爷爷 有一台非常好的望远镜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爷爷家 呵呵呵 现在去有点太晚了 或许我们不该错过 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 太好了 这是佩奇和乔治第一次在晚上坐车外出 看呐 我们正跟着北极星走呢 呵呵呵 北极星啊 北极星 一山一山亮晶晶 请照亮我们前路 呵呵呵 佩奇和乔治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哦 天呐 我希望猪爷爷和猪奶奶 他们还没有睡觉 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 我们想来这里看星星 佩奇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来看星星 我明白了 非常好 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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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有个洒水壶 停下来 理查德 哦 天哪 理查德的洒水壶掉到了游泳池里 妈妈 抱歉 理查德 我捡不到 这池水太深了 妈妈 抱歉 我不会潜泳 要知道 连我都不会潜泳呢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好 拿好了 太棒了 猪爸爸 那是 我在水下也游得很好 撒水壶是给小孩玩的 我们能从跳水板上跳下来吗 不行了 佩奇 跳水板是给大人用的 哦 你们俩开心点 来看我跳水吧 爸爸 你就别闹了 你实在是太胖了 哈哈 胡说 我年轻时还拿过跳水奖牌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猪爸爸 真幸运 我仍然那么健康和强壮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从这边看 会看得比较清楚 爸爸 你注意哦 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我当然不会把你们弄湿 佩奇 我需要高一点的跳板 请小心一点 猪爸爸 别不要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哈哈 别担心 佩奇 别把我们弄湿了 爸爸 我说了不会弄湿你们的 别担心 我非常清楚我们在哪儿 这边走 谁把树放这儿了 猪爸爸撞到了一棵树上 你还好吗 猪爸爸 没事 我很好 这边走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吗 是的 我当然知道 我觉得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 嘿嘿嘿嘿 我确定我们能找到的 我们只是在花园里 哦 是鸭子们 你们好呀 鸭子们 你们找不到自己的池塘了吧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没有迷路 我很清楚我们在哪里 一会儿见鸭子们 祝你们尽快找到你们的池塘 哦 猪爸爸找到了鸭子们的池塘 真是幸运啊 是啊 他们还真是幸运 爸爸 鸭太太在跟你说 谢谢你 不用那么客气 鸭太太 好了 来找回自己家的路吧 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 你好啊 你听到什么声音吗 是的 我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好啊 是兔妈妈 瑞贝卡和理查德 你好啊 佩奇 我们迷路了 你好呀 瑞贝卡 我们也迷路了 我们本来想去游乐场玩的 我们也是的 但是雾太大了 根本去不了 你们都过来吧 雾散开之前 先到我们家里来吧 猪爸爸 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 我当然知道要去哪里 这边走 好的 猪爸爸 啊 我们真的好慢啊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爷爷奶奶家了 佩奇说得对 我们得换一条路 但地图上没有显示有别的路 我知道一条小路 大家再见咯 我们要去走小路了 再见了 佩奇 祝好运 猪妈妈开到了一条小路 躲开了交通堵塞 但是这条小路非常地不平 真有意思 你确定是这么走吗 相信我 你们好 鸭子们 我们再走捷径呢 瞧 又能上主路了 干得好 猪妈妈 可是我们还是落在丹尼的卡车后面 你好啊 欢迎回来 哦 糟糕 看来妈妈的小路也走不通了 好了 都准备好了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的土豆做好了 午餐准备好了 但佩奇一家人还没有到 我是猪爷爷 我是猪爷爷 请讲 我们离你们家不远了 但是交通实在太堵了 动起来就像蜗牛 而且是一只非常非常慢的蜗牛 它们就快要到了 但还是在交通堵塞中 可怜的孩子们 这样食物都要变凉了 我有一个主意 我去把小推车推出来 猪爷爷想做什么呢 猪奶奶 帮忙把午餐放到小推车里面来 好主意啊 猪爷爷 如果说他们不能过来吃午餐 我们就把午餐拿到他们那里去 瞧 爷爷和奶奶来了 爷爷的推车上是我们的午餐 你们好啊 我来给你们送 我们可以找到乔治的玩具恐龙 那个玩具总是会被乔治弄丢 恐龙 恐龙先生没有被弄丢 那你的眼镜丢了吗 爸爸 你总是找不到你的眼镜 今天没有 眼镜我现在正戴着呢 可这样不公平 没有神秘事件需要我们解决 要我给你们制造一个神秘事件吗 好的 太棒了 猪爸爸要制造一个神秘事件 现在看看桌上有什么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还有恐龙先生 说得没错 你们要看清楚 把桌上的东西都记下来 桌上有小鱼 太迪 盒子里的小丑 和恐龙先生 你们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非常好 麻烦你们先去门外等一会儿吧 我好了会叫你们进来的 听脚步声 爸爸好像跑到楼上去了 不过现在他又下来了 可以了 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 有一件东西不在桌上了 知道是什么吗 桌上有恐龙先生 还有小鱼 盒子里的小丑 那什么东西不见了 嗯 是太迪 回答正确 太迪不见了 干得漂亮 佩奇乔治 这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 我们是世界著名的侦探 啊 这只是神秘事件的一半 你们需要找到太迪 嗯 我不知道 地上的这些小东西是什么 这是蛋糕碎屑 放大镜 让地上的蛋糕碎屑清晰可见 我想太迪是不是一直在吃蛋糕呢 瞧这些蛋糕碎屑往这儿延伸 看来太迪吃了不少蛋糕 乔治已经很使劲地在吹了 他都快没气了 乔治 你吹得还不够使劲哦 我知道怎样让乔治可以吹泡泡 先把棍子在里面沾一沾 拿起来 四周挥一挥 泡泡 跑起来泡泡会更多的 让开我 瞧这吹泡泡吹得好开心 佩奇戳泡泡戳得也很开心 我好喜欢泡泡 哦 糟糕 泡泡气里面都空了 爸爸 妈妈 泡泡气吹不出泡泡了 别担心佩奇 我有办法 猪妈妈 请帮我拿一个水桶 没问题 猪爸爸 佩奇 去拿洗洁精 没问题 爸爸 乔治 乔治 把我的旧网球拍拿来 水桶 洗洁精 旧网球拍 猪爸爸他要做什么 首先 我需要一些水 加洗洁精 然后把旧网球拍给我 谢谢 现在仔细看好了 猪爸爸自己做了一个泡泡器 大家一起来 小心啊 猪爸爸 别滑倒了 我会小心的 再见了 奶奶 再见了 爷爷 啊 再见了 奶奶 再见了 爷爷 你想要喝一杯茶吗 你想要喝一杯茶吗 乔治给玻璃倒了鸟食 乔治 你倒了太多的鸟食了 玻璃吃了会长很大 然后像气球一样爆炸 不 像气球一样爆炸 这是什么声音啊 冰淇淋车 冰淇淋车 好哎 哦糟糕 乔治忘了把门给关上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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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玻璃弄丢了 这一下爷爷和奶奶一定会很伤心的 说不定我们该去花园找找看 瞧 那是什么 猪妈妈在花园里看到了什么 啊 是玻璃 好耶 但是爸爸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玻璃从树上弄下来呢 啊 别担心 佩奇 我来拯救玻璃 过来吧 玻璃 啊 你想要喝一杯茶吗 啊 哦 不 玻璃又飞到更高的地方去了 哦 糟糕 听见词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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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